《會生金彈的鵝》 懂得生金彈的鵝 這個講法其實是差一些童話故事的 差那個好像什麼Jack and the 就是好像講講小孩爬了上去 一個樹頂有一個巨人 有隻鵝就懂得生金彈 在這些童話故事上抄檢 就說香港是識生金彈的鵝 就連香港一些很明顯的缺點 例如說香港是沒有民主的 因為在英國統治的時候香港是沒有民主的 但是當時的主流輿論 就連沒有民主這件事 就是他們都找個藉口 他說沒有民主而已 有自由啊 就是用這樣來 就是這樣講也可以的 香港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 就是都幾好啊 所以這個大家要理解 為什麼我們今天 就是大家 這麼辛苦在這裡 可能有些同學在這裡 真的已經在這裡 一熬夜熬 熬足一個星期 我們這麼辛苦在這裡爭取民主 但是居然是 是有些所謂反戰中的在這裡 冷嘲熱鋒 在這裡說我們是 就是阻著地球轉 這是一種殖民地的思維模式 因為在殖民地時代 在當時 是夠膽死說 沒有民主而已 我們但是有自由啊 都幾好啊 但是其實我們很清楚 如果是沒有民主的話 怎麼可能有自由啊 你看梁浙英做些什麼 這裡的公民廣場 就是這個9月20日晚 就是這個罷課結束之後 當時學民和這個學聯 是舉行這個聯合集會 集會臨完的時候 黃智峰就號誌說 要重奪公民廣場 其實為什麼要重奪呢 就是因為早幾個月 負責管理這裡的行政處 他們學了楊振英的那些壞事 鬼鬼祟祟的那樣 將這個公民廣場 將它圍起來 用一些圍板圍起來 就因為圍了公民廣場 就是我們沒有得進去 所以才要重奪公民廣場 你看一下 就是沒有民主的 就是我們沒有民主 所以選了個六百九個 有六百九個 一些既得利益者 或者一些盲中中的人 選了個梁振英出來 而梁振英這個人 他們��들他們一向做事 就是鬼鬼祟祟祟的 他一向做事是鬼鬼祟祟的 大家應該還記得很清楚的 他鬧唐英言善見 其實他自己不是一樣是善見 是不是? 自己善見就居然是 鬧唐英言善見 所以你想想這個人 他有什麼道德吃膽? 沒有的 自己身有屎都膽敢去罵人 還說人家沒有誠信 他就靠這樣想到位 到他自己被人揭發是有淺見 他一直在拖一直跟記者說 我遲些我會一次過向大家交代 是不是? 但是他的所謂一次過交代是怎樣呢? 整份書面而已 就是不給機會那些記者去發問 你看到現在為止 梁振英都是很少很少 真是面對記者的公開提文 好像他昨天這樣 他是發表一個是綠象的 綠象的講話 他不夠膽站出來開一個正正式的記者招待會 去說他那番說話 他也說要躲起來 他也是鬼鬼祟祟祟祟這樣 他是要錄像的 大家知道錄像 又可以找人幫他執拆一點 有時辭令講得不太好的時候 又可以有retake的 可以是take two, take three 很多次 梁浙英就是一個做事鬼鬼祟祟的 很多例子我們不用浪費時間去講 所以那些甘願做奴才那些 好像這裏的行政處那樣 他們見到梁浙英做事的方法是鬼鬼祟祟的 有樣學樣 又是鬼鬼祟祟的將公民廣場圍起來 這樣才需要重奪公民廣場 我在上星期三 我在香港電台的自由風 這個節目裡面其實我已經講了 即是如果不是這個行政處那麼鬼祟 沒有任何解釋就將公民廣場封了 就不會有重奪公民廣場這件事發生 大家想想如果沒有重奪公民廣場這件事 今天可能大家不會坐在那裏 所以其實這整場的戰衆運動 如果說是阻止市民 責任其實是政府自己 因為根本上整場運動是政府一手搞出來的 是他這麼鬼祟 學了梁浙英這些鬼祟的做法 將它搞出來的 好 不過又講返民主回歸 當時就是因為一班社會派的學生 其實他們是一班批判性強的一班學生 跟這個國水派是不同的 他們是批判性強的 所以他們看到當時香港的主流論 跟一面倒這樣 只是懂得說香港有多好 當然香港有很多優點 這個是不需要否認 但是沒有民主這件事 絕對不是香港的優點 是吧 這個是香港一個很大的缺點 很大的缺失 但是當時連沒有民主這件事 都說到是沒有什麼所謂 所以今天那些所謂反戰中的人 其實他們不一樣是覺得沒有民主都沒什麼所謂 那些所謂待著先那些 那些人其實不一樣都是覺得沒有民主是沒什麼所謂的 所以其實他們的思想還是同流在這個殖民統治的年代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運動 我們是一個覺醒的運動 覺醒到我們是我們自己的主人用 沒有可能是沒有民主的 香港沒有民主我們什麼都沒有了 自由啊 法治啊 都會沒有了 是吧 好了 不過我講講就是 當時的一班的 就是 在學運 在七十年代學生運動的時候 一班呢 批判性比較強的學生 他們就組成了這個匯點 那麽就發表了這個民主活歸這個主張 那麽這個主張呢 那麽這個主張呢 其實客觀上呢 是幫了這個中共 和這個英國 就是討價還價的 客觀上肯定是幫了他們 因為很快 會點的第一任和第二任的會長 這位人稱叫做劉乃強 他很快就得到這個中共的委任 做全國政業的委員 那麽當然啦 那麽今天這位劉乃強 就是劉乃強先生 他是什麽樣子 就是不需要我在這裏講 那麽呢 那麽呢 你從這件事呢 你會看到 就是劉乃強這麽快就 啊 給這個的中共上息 將他委任他做這個 全國政協委員 那麽你可以知道呢 那麽當時會點提出 民主活歸這個主張呢 其實是幫了這個的中國 幫了中共 他跟這個英國談判的 那麽 不過 非常之遺憾 非常之遺憾 就是這班的 七十年代的這班的 這個社會派的這班 批判力強的學生 他們提出這個民主回歸之後 他們就沒有貫徹到 他們自己的主張 因爲 這頭提出民主回歸 那頭呢 那頭呢 中英談判就開始了 那麽 那麽中英談判 開始了沒多久呢 中共就 講了一件事 是什麽呢 這裏 就是年紀大一點的呢 一定是會記得的 中共就說 不可以有三腳底 那這個 不可以有三腳底 是什麽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 香港的前途 純粹是中國和英國 透過外交談判來解決 香港自己 不可以有自己的代表 那也就是說 香港自己是不可以有自己的聲音 就是連插嘴都不行 那剛才我說令人遺憾的呢 就是當時 就是 那這一班 就是組成 會點的這班 社會派學生 他們既然提出民主回歸了 那當他們一聽到 中國說 不可以有三腳底的時候 就應該 立即站出來 立即 跟中共講 香港怎可能沒有自己的聲音 喂 現在是講香港的前途 現在不是講中國大陸的前途 不是講英國的前途 是講香港的前途 香港怎可能沒有自己的聲音 即如果香港是沒有自己的聲音 那民主回歸是什麽回事呢 就是連民主回歸都否定 就是連 是不是 那但是很遺憾就是 就是當時 這一班的 就是社會派的學生 他們雖然提出 提出了民主回歸 那但是呢 一聽到中國說 不可以有三腳底的時候 竟然是不懂得出聲 那那 就是一錯 就會再錯的是 中共提出不可以有民主 不可以有三腳底 當時的社會派學生是不懂得出聲 就是不懂得反駁中共 那所以 到1985年 英國人提出 公民組別選舉 這班的社會派學生 一樣是不懂得出聲 不懂得去批評 因為公民團體選舉 這是一個完全不民主的選舉 既然講得民主回歸 那現在英國人在搞 功能團體選舉 那應該就立刻要 站出來說 要學評才行 這個是不符合民主的 但當時也是不懂得出聲 所以是一錯再錯的 那這個呢 所以我在9月26日的時候 我跟一些罷課的同學 罷課不罷學 我跟他們解釋 就是其實民主回歸 不是現在才還原 其實就是在1985年 或者更早 就是當中興談判開始 中共說不可以有三腳椅的時候 當時就是 這一班的社會派的學生 他們好像不懂得反應 不懂得反應 還是不敢出聲 錯過了這個 錯過了這個機會 民主回歸 其實當時已經沒有了 滑滅了 但是今天 我們坐在這裏 我們香港不只是學生運動的歷史上 而是我們香港歷史上 一場新的歷史運動 這個運動就是 我們香港人 我們覺醒的運動 我們覺醒到 我們是我們自己的主人翁 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回歸 既然講得過香港回歸 是我們自己回歸 我們是subject 英文裏面的 中文就說 我們是個主體 那這個呢 還有呢 就是回顧歷史 就是當中共 說要收回香港的時候 當時有班年輕人 就是比大家可能大小小的 當時是 就是那幫人都是三十出頭的 就是好像黎澤芬 那他比我大一年 就是當時他應該是 三十一、三十二歲左右 就是曾樹基 都是差不多這樣的年紀 那這幫三十歲出頭的人 就提出民主回歸這樣的主張 而這個主張呢 中國是認同的 中國是buy的 你要知道 他當時是接受的 就是如果不是 劉乃強不會這麼快 就變成是全國政協的委員 就是如果中國 就是不認同這個民主回歸的說法 這種主張 就是劉乃強 就是 劉乃強可能上到位 就是吧 那所以當時其實 就是中國 他又認同這件事的 那所以其實 就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香港回歸 其實有一個大前提 那個大前提就是 我們要有民主 我們才回歸 沒有民主呢 那就要另計了 這個是很清楚的 這個是 還有這個是 我們回顧這個 在八十年代 這個的 就是這一段歷史 當時其實 中共本身它都是 立了民主回歸這個主張 所以今天 就是中共 就是它在義務上 它是不可能 好 它是不可能不給我們香港是 就是有民主 就是 好了 有跟我提醒我 時間差不多 那我還想講 很想講一件事 就是 因為現在的中國大陸 是一個獨裁的政權 所以我們爭取 要撤銷這個人大 這個所謂的框架 你面對一個獨裁政權 就是我們 我們只是用一種和平手段 我們是沒有可能改變它的 所以梁振英說是強人所難 那天是他 但是我們都很清晰 我們會知道 面對這個獨裁政權 我們這個要求 一定是達不到的 不過 達不到這個要求 不代表我們這個運動是失敗 因為我們跟著 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首先就是 我們 就否決一個 這個不民主的一個政改方 那我們不只是要求 一些泛民語言 我們還可以去追擊 個別建制派的一些直選的語言 譬如好像謝偉俊 梁美芬這些 他們只不過是 中聯辦的契仔契女 是契的 又不是親生 不同的茶廟宗 陳婉嫻那些 那些是親生的 那些我們不要理他 但是我們絕對可以是 追擊那些契仔契女 就是我們要 我們要他一樣是投這個 反對票 一樣是否決這個 不民主的政改方案 我們追擊他 說你夠膽投贊成票 你不用指以下一屆 再選得到立法會議員 謝謝 謝謝 我們今次這個運動 我們醉了這麼多人在 我們絕對有條件去追擊 個別的建制派的語言 當然我們要集中火力 就是追擊那些契仔契女 就是他的親生女 那麽算了 親生 我們暫時放過你先 這個是首先我們可以做的 然後 否決了這個不民主的政改方案 就不代表我們的政制發展 我們的政治局面是原地踏步 不代表 因為經過這次的運動之後 將來 由一個一千二百人組成的 這個選舉委員會選舉出來的特首 他的認受性是極之極之低 必然的這個是 必然是極之極之低的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租質 這些這樣的 由一千二百人出來選出來的特首 還有我們可以進一步 他現在不給我們公民提名 但因為將來選出來的特首 他的民望是很低 認受性很低 他絕對需要有些有份量的人 去幫他 譬如說是做這個行政會議的成員 就好像這次這樣 這次這個梁振英 他只有六八九人選他 所以就要拉攏林曼光 林曼光原本是做這個平期委員會主席 做得好忌忌的 聲譽都挺好的 所以就是要拉攏林曼光 拉攏一個聲譽都挺好的 去做這個行會召集人 而將來由一千二百人選出來的一位特首 他的認受性那麼低 他一樣是他更加需要一些聲譽好的人 那怎麽為聲譽好的人呢 就由公民提名出來的 公民提名出來的人就一定是聲譽好的 我們可以給他一張名單 說你要想有些聲譽好的嗎 我現在幫你的忙 我們做公民提名 民間的公民提名 好了 他不接受 他自己找了他自己的那些親憑職 好像現在梁振英那樣 做了一些政治籌作 找了一大堆 好像李國章那些 態度輕挑奧盟 找葉劉淑儀那些 當正自己還是保安局局長 又找了羅范昭芬那些反口腹蝕的人 那還有什麽人呢 就是鄭耀堂 這些所謂 就是那些中共的體制 就是那些中共的體制 找了這些人 這些人有什麽聲譽呢 沒有的嘛 所以他要拉攏林林邦 我們之後 我們可以集中火力就著這個行政會議的組成 我們可以提供個名單 他不要嗎 他自己去找人 我們就來一個民間公投 我們這次呢 我們這次呢 又因為公民提名 我們其實 我們其實已經儲了很多的社會資源 民間公投就是一個寶貴的社會資源 就是就像中庭耀堂堂說的 這是一個寶貴的社會主要 那將來的行政會議成員 如果他不是照我們的名單去選人的話 他減掉他自己的親信 我們就來一個民間公投 看看他又可以拿到多少個百分比 可能比現在的息口還低 他的百分比 當時他是怎樣見人 所以我們跟著 我們是有很多事情做的 其實我們就要朝著這個方向去想 我們這次的運動是一場歷史的覺醒運動 我們既然是覺醒我們自己是香港的主人翁 所以以後很多事情我們可以去做的 就是不用說什麼被什麼所謂的基本法關死了 又什麼更加不用理人大框架 建制派那些我們更加當他是廢的了 根本上就是我們可以 我們真的要發揮我們自己是主人翁這個本色 這個角色我們積極去想一下 有很多很具體的事情我們去做的 剛才我提的那些純粹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已 大家生個臭皮醬就剩下一個諸葛糧 何況我根本上就不是諸葛糧 所以大家應該呢 你們應該可以積極去想一下 跟著還可以怎樣做 即使我們離開這裡 就不代表我們呢就散了 沒有東西可以做絕對不是 因為我們已經是覺醒這件事 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做事珍惜 我們離開了這裡而已 不表示我們會散的 即是我們都爭了這麼久 我們要積極去想一下 沒有啦 我們可以回到校園而已 回到校園 我們利用大學的資源 我們可以成立一些的 即是香港的 香港政制小組 好像這裡 這裡都已經有了 是不是 香港 香港政制小組 我們利用回大學的資源 即是起碼爭取回一個會議室 是不是 同學之間可以積極去想一下 怎樣去追擊那些 那些建制派的直選語言 即是我們可以追擊它的嘛 即是泛民就搞到一盆散沙 就因爲在那裡猛到追擊 現在我們就是 集中火力去追擊一些 個別建制派的語言 我們絕對有這樣的能力 是的 不是 我們可以集中火力 在將來 在2017年之後的行政會議的成員 我們在那一方面 我們是 絕對可以 是有事做的 還有 即是大家 集思講益 一定會想到 更加多的東西 更加有具體的東西 可以做的是 將來的特區政府 如果是 不是一人一票 不是有一個真正的民主選舉選出來 有排他頭痛 那我們多謝華教授 是嗎 很會 你也沒想到 你也沒想到 有空間 跟我們 有空間 跟我營動 感谢观看